这头怪兽名叫塔布里斯 它不仅对人类非常友善 甚至还有点小可爱呢 同时它也是高斯奥特曼最难对付的怪兽之一 不仅能免疫所有伤害 甚至还能发动实体攻击破坏房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年前因为新城区的乱开发建设 把沉睡中的塔布里斯吵醒 虽然塔布里斯并没有破坏城市 但此时的人类还秉承着怪兽就是坏人的想法 对其发动猛烈进攻 明明有余力逃跑的塔布里斯 却像在守护什么一样 傻傻的站在大楼前一动不动 最终还是身负重伤倒下了 事后人类才发现 大楼中有个没来得及逃走的轮椅女孩 塔布里斯发现了这个女孩 所以才挺身而出 12年后的今天 塔布里斯再次出现在城市中 只见他看着一栋居民楼 好像在寻找什么一样 然而就在这时 塔布里斯一个不小心 把屋外的围墙踩倒了 得知情况的防卫队 立即派出战机前去 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只塔布里斯并非之前 他们捕捉的那只 很有可能是他的同类 防卫队没有多想 即刻发射雷射光线 将塔布里斯束缚 但令人不解的是 雷射光线竟然自动脱离了 还没等众人反应 塔布里斯就化作分子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的防卫队一脸懵逼啊 没有办法 众人只好先回基地 另寻他法 此时小胖突然想起他之前 还未完工的分身投影仪 诶 或许刚刚那只塔布里斯 就是先前那只的分身 网居民楼东张西望 就像是在找什么人 为此武藏找到了 十二年前的 轮椅少女佳奈 将刚刚塔布里斯的事 告诉了他 佳奈回想起当初 自从被塔布里斯救下后 轮椅少女与贵兽的友情 被大力报道 从而让佳奈一跃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网红 而为了牟利的广播电视台 基本天天带着佳奈与塔布里斯 见面采访 虽然两人都非常开心 但久而久之后 佳奈开始有了负担 甚至连同龄的朋友 都不愿与其交往 纷纷对他避而远之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 佳奈对塔布里斯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得知此事后 武藏请求佳奈 却与塔布里斯见上一面 可却被佳奈直接回绝了 因为他非常讨厌成为大众的焦点 就想过过平静日子 儿时的遭遇 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阴影了 这时武藏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小胖发明出来的 分身投影 将佳奈分身投影到塔布里斯面前 这样一来就能稳定住他的情绪 不会再让分身来到城市搞破坏了 就这样计划立刻执行 启动分身投影 顺利将佳奈分身投到塔布里斯面前 见到佳奈的到来 刚才和闷闷不乐的塔布里斯 瞬间就变得消兮兮了 城市中塔布里斯的分身就要消失时 却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暴躁起来 原来是他靠近后发现 面前的这个佳奈是假的 所以才非常生气 为了制止塔布里斯继续破坏城市 武藏立马变身高斯前去阻止 可奈何眼前的这个塔布里斯只是个分身 根本就无法触碰到他 无奈的高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塔布里斯继续破坏城市 只见高斯试图用感化光线让他平息 但光线却直接穿过了他 各种办法都对塔布里斯行不通 在被塔布里斯一顿胖揍后 高斯就因能量不足亮起了红灯 然而就在此时 加奈要求高斯送他与塔布里斯见面 哎呀继续做呗 再做一下咱高斯会被打灭灯哦 只见高斯切换成日食形态 紧接着再一发传送光线 将加奈传送到塔布里斯眼前 见到加奈真人的到来 塔布里斯再次开心地像个小孩 此时加奈对当初的事非常后悔 向塔布里斯道歉后 并答应塔布里斯以后逢年过节 都会来看望他 随着塔布里斯心情变好 城市中的分身也就死消失了 这么无敌的怪兽 要是让贝利亚发现了 还不知道有多少奥特曼要遭殃呢